要有多嚣张才敢在对手面前跳舞挑衅 这个人简直是个格斗怪人 比赛时的动作狂妄至极 仿佛随时都在调戏对手 但当对手被击倒在地时 他又及时收住了拳头 绝对不会再多打一拳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在胜利面前还能控制住情绪 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因为他深知自己出手的后果 一招原地暴力飞溪 直接干碎了对手的前额骨 一记高段扫踢爆头 无情踢断了对手的鼻梁骨 所以他不仅懂得进攻 更懂得如何控制拳头 今天大师也将带你了解 格斗擂台上疯一样的男子 独业迈克尔佩奇 他叫迈克尔佩奇 虽然名字都带有佩奇 但他绝对不是粉红猪小妹 而是擂台上残暴至极的毒蛇 佩奇的父母是刘家全传人 从小被环境熏陶的小佩奇 在三岁就开始练习刘家全 随后学习了踢拳和跆拳道 佩奇的格斗天赋也逐渐被开发 五岁开始参加比赛 十二岁就已经成为了冠军 直到十三岁那一年 父亲加强了他的训练量 一个星期训练五天 一天训练五个小时 如此高强度的训练 让佩奇在身边统领人中 格斗水平已经强到变态 也是从十三岁这一年开始 父亲为他报名了成年组 因为想要提升格斗水平 就必须从羊圈丢进狼群 和更高更强的对手较量 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 他战胜了一个接一个的对手 并且五次在世锦赛成为冠军 2012年的佩奇 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比赛 决定跨界进入到综合格斗 首战的当晚 佩奇带着二十多年的腿弓 第一次站在了众人的面前 当铁门关上的那一刻 也到了佩奇的个人秀时间 他的打法十分的怪异 不断的挥舞着双臂迷惑对手 当对手沉迷于欣赏5G时 他瞬间快速出拳刺向对手 当对手向他发动进攻 他甚至不需要双手护头 只需要稍微的控制距离 和步伐上的快速移动 对手莫名其妙的摔倒在地 当对手在倒地之后 他本可以沉胜追击 而他却等着对手爬起 当确定对手站稳之后 他就再次发动了新的进攻 他的左腿就像出鞘的宝刀 在空中旋转360度之后 瞬间踢向了不知所措的对手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卷风踢 这腿20多年的功力 又怎会被对手轻易挡住 比赛结束 对手倒下 台下的观众彻底懵了 他们见过豪横的 却未见过新人就如此豪横 简直是难以置信 这就是佩奇的首秀 兵不血刃的就斩杀了对手 不是佩奇不想快速击败对手 而是对手即便要输 也得等到佩奇炫技过后再说 有人说在麦卡尔佩奇的身上 可以看到蜘蛛人的影子 诡异多变的格斗风格 干脆利落的一击必杀 飘逸灵动的鬼魅步伐 就连在嘲讽对手时 都显得那么的泰然自若 因此他被称为英国蜘蛛人 但佩奇更喜欢称自己为毒业 从小生长在功夫世家的佩奇 平时除了苦练格斗技艺之外 最大的爱好就是观看功夫电影 在看完香港电影《五毒》之后 佩奇就被这部电影深深吸引 在电影中有五位同门弟子 老大是蜘蛛 出招迅速且淋漓 武林人称百足牵手 老二是灵蛇 出招左右开弓 灵动且刁钻 老三是蝎子 双手似蝎前 双脚似蝎尾 老四是壁虎 身形矫健 可以攀爬任何墙壁 老五是蛤蟆 身体坚硬如铁 可以刀枪不入 而佩奇认为格斗选手 就应该如同灵蛇般敏捷 迷惑对手之后 一击必敌 因此 他给自己起了毒液的绰号 从此 佩奇的战斗风格成型 并且在八角铁龙玩虐着对手 短短四年时间 就打了十场比赛 并且保持着实战全胜 而让佩奇一战成名的机会 也在悄悄来临 2016年7月 佩奇遇到了来自巴西的老将 机械兽桑托斯 而她的前妻 就是UFC女子冠军 机械婆 机械兽的战斗经验 十分丰富 职业生涯总共打过39场比赛 时间跨度也长达19年之久 作为巴西人的机械兽 也有着巴西柔术黑带磅身 所以这场对决 也将是战力和地面的 龙争虎斗 比赛还没有开始 佩奇就举起右臂 做出毒蛇吐进的手势 仿佛要随时吞掉桑托斯 比赛刚一开始 佩奇前后一动 步伐灵活 朝着桑托斯就发起了进攻 可以看到 佩奇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双臂始终保持着下锤 看起来就像一只大猩猩 随时准备上演 星球崛起 这又是何等的傲慢 而格斗老将桑托斯 在面对年轻人的傲慢时 他并没有因此恼羞成怒 而是冷静的等待时机 当佩奇一记飞机迎面而来 桑托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果断地抱着佩奇的右腿 把对手带入到自己的节奏 从龙边摔到擂台中心 地面才是老将桑托斯 最擅长的战斗方式 桑托斯不断地寻找把位 佩奇却死死地抱住对手 并不会因为是短板 就轻易地放弃斗志 而这场地板上的较量 足足进行了三分多钟 桑托斯都没有办法吞下佩奇 第二回合佩奇满血复活 一边保持距离 一边逼近对手 高扫 飞踢 闪避 佩奇越打越轻松 而对手根本打不进来 几次想用重拳了结佩奇 却被这该死的距离拒之门外 佩奇虽然双手从不护头 但他却始终保持着移动 当对手刚准备发起进攻 他就大步一跳 拉开距离 甚至还双手下垂 主动地伸出脑袋 迷惑对手 这是多么的讽刺 多么的挑衅 桑托斯的怒火瞬间被点燃 提起拳头 准备玩命 就在打出右手拳的同时 只见佩奇没有在后撤闪避 而是原地跳起 用膝盖迎击 桑托斯冲击的惯性 加上佩奇瞬间的爆发力 桑托斯捂着脑袋趴在了地上 佩奇赢了 在这场心理的博弈上 佩奇引蛇出洞 一击必杀 打完这一场比赛 桑托斯就被送进了医院 他的前额骨彻底被粉碎 手术后的桑托斯 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比赛 而这场战斗却火遍了网络 佩奇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出场费也随着人气水涨船高 甚至在下一场比赛中 把对手吓得当场退赛 当独夜佩奇一战成名之后 对手开始忌惮这条棘手的毒蛇 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 进入圈套后万劫不复 而接下来这位对手 就在比赛时直接退出 他叫大卫里克尔斯 职业战绩19胜4负 一开始大卫还表现得十分强势 当佩奇扎上马步 准备大袖功夫记忆时 对手用国际手势表示问候 但佩奇毕竟不是盖的 在对手下一波进攻时 佩奇以功为首瞬间出拳 把大卫直挺挺地打坐在地 大卫想要爬过去抱腿 又被佩奇一拳打到一边 起身后的大卫彻底慌了 佩奇没有任何防御地看着对手 仿佛要看穿大卫的内心 在接下来的比赛过程中 大卫心神不定 再也无法有效命中 在又一次进攻中 被佩奇反击命中 接下来轮到佩奇嘲讽了 只见他原地跳舞 跳绳 压根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 很快比赛来了第二回合 这才是整场比赛的高潮 大卫企图用低扫破坏佩奇的重心 当这一腿还没有踢到佩奇 佩奇就快速向前冲 一拳打在大卫的脸上 这反应和速度只在一瞬间完成 在回过神时 大卫的眼眶已经出血 他向裁判示意 不玩了不玩了 这个状态再继续打下去 谁知道下一次受伤会是哪里 选择及时止损 或许是在打不过对手时 另一种自我保全的方式吧 毕竟不是每个人的骨头硬度 都能经得起跳跃飞机的检验 14场连胜 无一败继 在击碎对手的头盖骨 把对手下了退赛之后 此时的麦卡尔佩奇看起来 似乎已经接近了无敌 但八角龙内永无定数 更没有所谓的长胜将军 即便是再强的格斗高手 也都有着足以致命的死血 接下来这个人的出现 将彻底粉碎佩奇的不败金身 他叫做道格拉斯利玛 曾是白拉特赐中冠军 此战之前职业战绩30胜7负 业余泰拳战绩21战全胜 利玛是一位地道的巴西人 所以身披巴罗黑带的他 地面能力自然不会太差 而他所在的训练馆 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国顶级战队 这里出现过很多世界冠军 多斯桑托斯 乔安娜 姆士阿曼达 泰尔恩伍德利 钻石 达斯汀等 每一位都是UFC冠军级别的大神 利玛也可以说是佩奇遇到过 综合实力最为强悍的对手 一开始佩奇的进攻十分主动 当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佩奇可以随意地切换战架 当他想用腿法进攻时 就会换成反架右腿在前 当他想用拳法进攻时 就会换回正架左腿在前 佩奇身高191公分 臂战201公分 灵活的切换战架 可以让他打出最远的攻击距离 而对手想要碰到他 就显得难于上青天 佩奇发动进攻打入内线 却被利玛抓住机会压在地上 这是巴西人最舒服的战斗方式 佩奇虽然像一条进退自如的灵蛇 但被对手掐住7寸按在地上 再毒的蛇也会感到无比难受 就这样佩奇一直防守 一直撑到了回合结束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回合 佩奇视如破竹地频频进攻 突进之后的右手拳 打得利玛节节败退 当比赛还剩4分30秒时 他站在原地迷惑对手 随时准备表演星球崛起 利玛却死死地盯着佩奇左腿 他知道佩奇的死穴就在这里 当佩奇刚要启动进攻 利玛就是一记低扫踢 佩奇整个身体摔倒在地 刚想要爬起继续再战 就被利玛一记后手拳打翻在地 原来佩奇在进攻时 身体的重心都压在前腿 利玛在佩奇即将启动时 提前对这个动作做出了预判 多年练就的进攻方式 被对手一瞬间看出破绽 这一战佩奇输得心服口服 也让不喜欢佩奇风格的拳迷 时不时地搬出这场比赛 来戳一戳佩奇的脊梁骨 就连下一战的对手凯莉 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挑衅 要知道在佩奇的职业生涯 只有她挑衅对手的份 如今却被对手当众羞辱 佩奇当然是不能忍 所以这一战尤为重要 也是佩奇的翻身之战 赢了什么都好说 输了将会被扣上水货的帽子 而在这场比赛 佩奇依旧双手下垂 从不护头 甚至还冲着凯莉直指自己的脸颊 似乎是在告诉对手 你若真有本事就来揍我 对手也用国际手势作为回应 下一秒 凯莉发动进攻 佩奇顺势摔倒了凯莉 并左摇右晃地嘲讽对手 对手自知战力不敌佩奇 就躺在地上玩起了地躺拳 凯莉朝天一蹬 就像一根窜天猴 速度极快 却被佩奇一闪而过 接下来佩奇用201公分的胳膊 狠狠地用肘肌怒砸凯莉 当回合还剩1分59秒 佩奇抬起前手误导对手 这一瞬间就是佩奇的决胜时刻 她瞄准凯莉 原地腾空跳起 膝盖重重地砸在了对手的脸上 对手连退两步倒在了地上 佩奇甚至连补刀的想法都没有 因为没有必要了 这一息下去 对手必败无疑 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来庆祝这一季完美的终结 在当年输给丽玛之后 佩奇并没有一蹶不振 而是又一口气打了5场比赛 仅仅有一场是通过判定获胜 其余四场无一例外全部终结 也将战绩刷新到了19胜一负 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对手 也打趴了各式各样的对手 但要说到最凶残的一战 就不得不提到这场战斗 对手叫做德里克·安德森 职业战绩17胜3负 因为他的打法过于暴力 每场比赛都是不死不罢休 所以也被称之为野蛮人 这一战安德森上来就是低扫 或许也是参照了当年的比赛 就吃定只有低扫踢 才是终结佩奇的武器 但佩奇哪里会给他机会 甚至一边打一边嘲讽他 当首回合还剩1分05秒 安德森竟然放下双手 模仿佩奇嘲讽时的样子 但佩奇的回应却是一记高扫 又快又狠地踢在了安德森脸上 安德森险些坐在地上 站起来时他的鼻子已经断了 但还是顶着断掉的鼻子 强撑着打到回合结束 真不愧是野蛮人 在检查完伤势之后 裁判叫停了这场比赛 此时在看安德森的鼻子 已经被佩奇踢得彻底塌陷 比赛结束后 佩奇拥抱了安德森 这是对勇敢者的一种尊敬 而佩奇现在只有两个心愿 一个是和立马进行二番战 另一个则是转战UFC赛事 当初能够接触到综合格斗 很大原因就是受到UFC的影响 这个男人虽然很狂妄 但绝对不会在对手失去反抗后 再用拳头拼命地捕刀 虽然他的实力也经常被质疑 但他还是会为观众 献上最华丽的打斗风格 这就是独夜迈克尔佩奇 一边跳舞一边KO的格斗狂人 好了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 还没有关注的朋友 给一波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